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又要來帶大家去逛韓國超市 沒錯 而且今天邀請到 一位我非常會吃 非常懂吃的朋友 小胖 我又來了 我又來了 沒錯 他真的是我身邊 就是非常懂吃 而且因為我們以前不住一起 喔 對 所以你不知道我愛吃的程度 到哪裡 有 我會嚇到他每天晚上 都跟他自己爬起來偷吃東西 不要亂講吧 所以他很多私場的那種好吃的零食 或是一些什麼點心嗎 我很了解 正餐OK嗎 正餐也OK 正餐OK 喝的也OK 酒更OK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如果對韓國食物 韓國超市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超市裡面啦 好 不可能 直接搬起來吧 沒有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喝 我跟你講 這個好像是最新的對不對 最新的韓國瓶酒叫Kali 然後他喝起來的話 酒味沒有這麼重 比較清爽一點 這夏天 一流淹下去 一次幹完六瓶 那只有你才可以好不好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 會成年請喝酒喔 會成年請喝酒 可是這個 OK 我超喜歡的湯包 很方便 然後最近呢 韓國有一個那個說法是以熱制熱 就是喝這種 很熱很熱很補的生雞湯 然後在夏天就會 讓整個精氣聲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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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 韓國最近都好喝 他們就出一大堆 這種跟三立雍聯名的 有夠可愛耶 就是吃的啊 用的啊 玩具什麼的 超可愛 再來是泡麵區 泡麵呢 我們上次已經推薦過幾款湯麵嘛 然後這次來推薦乾麵 那乾麵呢 不得不說就是韓國的辣雞麵 我覺得這款沒有到很辣 這款有點偏奶油奶油 奶油甜 但是一點點辣 就是敢吃小辣的 OK 你確定是小辣嗎 我小辣啊 還是我進化了 你好像進化了 就自己 越來越會吃辣 但我覺得OK 小辣朋友很敢 小辣朋友可以 台灣辣可以接受 嗯 沒錯 我跟你講好像是清涼辣椒 不可能 這超辣的 因為本人是可以吃到五級辣那種 你好可怕 可是就是吃完隔天就是你這樣 哦哦哦哦 講這樣 好啦 我們怕辣的還是乖乖選這個好不好 阿你會想吃辣的就選這個 好 上次呢 有推薦巧克力派 那我們最近吃到一個 我們兩個都覺得很好吃的 就是這個 裡面有年糕的巧克力派耶 它就是這個 口感又大升級 我真的 Unbelievable 真的很好吃 就如果你不喜歡吃高類的話 你可以選擇吃這個窩雞 QQ彈彈 啾啾啾啾 不可能在搜刮什麼啦 嗯 喝酒完的必備神器 哦 牛骨湯 對 它是牛骨湯 我跟你講喝酒完隔天翻微波爐裡面 簡單輕鬆又可以解宿醉 而且這可以加很多料 沒錯 你可以自己加肉 加青菜進去就是 韓式牛骨湯 終於給我找到了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炸醬麵的那個醬料 然後呢就可以拿來拌麵 拌飯 或是拌菜 拌肉 都可以 萬能 就如果你是喜歡炸醬麵那個醬 就不囉唆 直接放給我做 當然 再來呢 是醬料區 真的非常非常多人會問我們說 這種韓式醬料到底推什麼 我們就發現一個 真的還蠻好吃的 就是這個 它雖然是大醬的醬料 但是它又加韓鮮 我跟你講 而且它很香 味道超像韓國本身的那個味道 所以它多一個鮮味 你就不用另外一個調味 超爽 就是我們這種懶豬豬 我們是懶豬豬代表 懶豬豬 懶豬豬 而且我們這家最近之後可能會聚會 然後就是買這種 沾肉的 我想買 就沾這種五花肉很好吃 它每次買都沒有在沾耶 都是我在沾耶 可是很好吃 它就一點點就夠了 對 一點點它味道就好 哇 好讚喔 是你自己沾太多嗎 我喜歡你喔 中口味中口 OK OK 買 我跟你講 今年最新的 今年今夏最流行的 西瓜口味 沒錯 而且我跟你講我實際吃過啊 它裡面有紙耶 有做紙 然後它外面那個紋路也是西瓜的紋路 吃起來有夠西 好西 好喜歡 喜歡不可以直接買三盒耶 我怕缺貨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這邊 今天是鷹俄區 很特別嗎 因為我們剛好最近有朋友就有生小孩 然後去就買一些這個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來韓國會特地來賣 對啊 因為我家裡很多人生小孩 像我們有朋友生小孩嘛 就好多人問我說 你有沒有推薦韓國的鷹俄的食品 對 我不知道這麼行耶 我想說老娘又沒有生過 我小孩又怎麼知道 然後是因為這樣子我們才有知道說 原來有些東西是很好吃的 就連大人也可以吃那一種 不小心就吃 我對不起 他打開一包來吃 我對不起朋友的小孩 這個就是草莓 那好吃還蘋果 我愛蘋果 蘋果 蘋果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其他這種優格的也不錯 其他優格也不錯 可是因為就是我怕這種東西 家裡都化學原料的感覺 欸 不好意思 你為什麼吃過那麼多種 就說我家裡很多人生小孩 因為我住在這買的 你偷拿一包來吃 我覺得打開那先試味 喔 沒毒了 然後寄回去這樣子 OK 來 跟我一樣愛吃軟糖的 就是這一包 超級好吃 它就會像這個圖室一樣 它裡面有包另外一個餡 咬下去會噴出 是沒有到大爆吃 但是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就是它的層次感 真的非常非常明顯 對 有層次感 很好吃 還有栗子口味 栗子口味也不錯是不是 對 栗子口味也還蠻立直的 然後我喜歡冰在冰箱裡 OMG 這很像冰箱葡萄的概念 你好聰明喔 好 結帳咚 好的 我們從超市回來 試買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熱鬆 直接來開箱 開起來好不好 首先來吃這個 這個大蒜麵 有什麼口味啊 我這好像是肉粿對不對 焦糖肉粿 新的口味 非常非常的粗脆 有助那個 辣椒奶油 有點微辣 很爽口 你不覺得嗎 很脆 那你吃吃看這個 這個沒有辣 這還蠻香的 它焦糖奶油好重啊 重點是我吃到很厲害的去 它不乾耶 因為一般餅乾吃起來會乾乾的 一直吃感覺會卡住喉嚨那種感覺 對 這個不會 我吃吃看這個 這個偏鹹 我覺得這個是喜歡鹹餅乾的人會很喜歡的 微辣微辣 香香的 那因為不敢吃它 你就可以吃這個 你找他們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每一天這個餅乾上面都有這種自然的空洞 就是弄得很離真啦 吃起來的感覺真的跟那種麵包滿像的 很像真實的麵包 但其實是餅乾這樣很爽口 好 繼續來開 我跟你講 這個是 就是 經典無敵是換到的 喔 之前都沒有西瓜口味 之前有沒有西瓜口味 可愛耶 是不是很可愛 真的只有夏日限定感 它還有做那個西瓜紋路 看起來沒有好好吃耶 欸 幹嘛天啊 給它一隻機會嘛 給它看給它看 好西瓜喔 不然它怎麼敢搭 就是那整個都是西瓜材質 但比我想像中不甜很多 OK 至少吃了 真的假的 因為我來吃西瓜 怎樣好吃 怎樣好吃 記錄一下 綿密中帶你紮實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你不要在吃現切完的西瓜 你有咖滋咖滋脆的感覺 有脆嗎 有喔 這裡面嗎 好 但我覺得它那個口感是蠻多層次的 對啊 因為它那邊還要混那個 就是一個QQ的 像網際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那個黑色的是講的臉 好啊 所以口感上很豐富啦 好 再來要來開箱這個 也是韓國很經典的臉 我這個是玉米濃湯口味 我這個是起司口味 它就裡面這樣一顆一顆這樣 嗯 好好吃喔 欸 我這個好好吃喔 我的很好吃耶 玉米濃湯超好吃 超級好吃 它很像那個 台灣類似餅乾的加濃飯 對 對 那台灣一個玉米濃湯口味品 但它是棒狀的 對 但這個是加濃加厚飯 而且好脆 對 好脆 為什麼 我好害怕我今天全部把它吃完了 沒關係 都讓你吃 啊 不行 為什麼 天命就負擔 對啊 幸福一點 人生只有一次 它每次都要害我 我哪有 對 好 再來呢 是我們的湯包類 韓國非常流行的湯包 那我推薦的是這個人生雞的 推薦是牛鬼湯 人生雞就是韓國夏天有一個很特別的 算傳統嗎 傳統 以熱制熱 夏天還是要吃人生 然後去補一下 用熱去攻擊 就你才不會收到那麼多熱氣 對 而且我現在要吃三四次 好多喔 好 這個人生雞 等一下我們就會煮給大家看 那你的牛鬼湯咧 我牛鬼就是我 數歲的好夥伴 你會回來那種其他東西吃嗎 不會 因為它本身 它牛鬼的味道非常爽 單吃就好吃了 它單吃就好吃 它因為我為什麼要加肉什麼的 好不然我們等一下單吃看看 來啊 單吃配白飯 好 好 我們已經加熱完成了 大家有看到嗎 它裡面真的 真的有一隻雞耶 每次看每次驚訝一次 好香喔 而且超大的 它這個雞 而且它隨便一夾就是有點 就要散 哇 欸 煮得夠爛 哇 看起來超嫩的 嗯 好嫩喔 而且它那個人生的香氣 欸 怎麼了 直接一隻人生 不好意思 喔 這是人生喔 對啊 真的是人生耶 我覺得它料材味不會到太重 嗯 其實我也害怕吃鮮雞湯 也是因為外面鮮雞湯 中藥味太重了 有些藥味真的滿重 但是這個不會 這完全不會耶 而且雞肉真的好嫩喔 而且你是愛吃骨頭的人嗎 對 可以束骨頭耶 我跟你講它除了束骨頭之外 它可以直接砍掉 真的 我沒有騙人 不然你先撕一塊笑的 就它已經燉到 對不對 骨頭是 也是 咬一下就直接 欸 對不對 對不對 嗯 我覺得好幸福以後絕對要買這個 哈哈哈哈 再來下一個呢 是牛骨湯 然後我們遵訊我們小胖的說法 就是要原味是不是 沒錯原味 直接去倒出來 然後微波 就可以吃了 然後我們要配飯 我自己喜歡這樣 因為韓國很多是喜歡 直接把飯給它 咬進去 但我喜歡這樣 一口飯一口湯這樣 就稍微勁道一點點 很香耶 好牛骨喔 什麼 很精華的那種感覺 它感覺是真的熬了好久好久的味道 而且還有帶一點那種蔬菜的甜味 我覺得這加一些什麼牛肉片啊 蔬菜會好吃到不行耶 就是一個套餐 可是 你也知道人家樹脆很可甜 就是沒有那麼多精神去 韓韓有一個甘甜味 這就是牛骨 這包真的很可憐 而且它可以放很久 喔 真的 它可以放大概七八個月 真的 而且加一些什麼蔥花什麼的感覺 超香 包在好 想吃還是就直接 直接這個了 這燙包真的超級不方便 對啊 再來要推薦的呢 是我們自己都非常喜歡的 欸不可能 我昨天都吃了兩包 我跟你講 它不是一般軟糖 對 它蠻特別的是 它有內餡的軟糖 它裡面有那個 葡萄的果汁 對 果汁去做的 所以吃起來會有那個 這樣的感覺 而且它覺得它甜度也蠻剛好 蠻適中的 喔對 不會太甜 它有荔枝口味對不對 沒錯 荔枝也是不錯 也是蠻推的 那剩下是我的喔 好啦 這個給我 再來開箱的呢 是這個 你推薦的 因為那個 有點像這種 果乾 對 可是它就是可以 英文也可以吃果乾 這是草莓果乾耶 好濃喔 它就是只有草莓耶 它成分上就是 草莓 這成分也是蘋果 蘋果 我覺得成分只有蘋果 這大人小孩都很適合 我覺得算是 健康的小明醉 沒有什麼 對 沒有添加物啊 什麼之類的 好再來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這個 火雞麵 這個呢真的是 無人不吃無人不吃 真的是 連我媽媽都知道 這比較深 然後最近有推出很多新的口味 好多喔 大家可以來嘗試看看 但我們次來吃下去 還是最喜歡粉色 台灣人接受的辣度 對 不會倒是太辣 而且它那個奶油香氣 我滿喜歡的 沒錯 然後裡面就是有兩包的 醬包跟這個粉包 加起司真的 好吃到不行耶 好好吃喔 它這個奶香味是不是很夠 很夠 而且它這個微辣微辣 如果怕辣的人就不要加 像我們加珍包 可以加半飽 如果你是喜歡韓式辣醬 一定會很喜歡這個 好的 再來是我們的韓式醬料 我們這次呢 找到了這個大醬湯 但它比一般大醬厲害的 它有加貝殼 就是一些海鮮料在裡面 來喝喝看 然後你加了一點海鮮料 然後另外呢 它還有出一款那個 沾肉的 沾肉的辣醬 有一種 蛤蟆 蛤蟆煮過 煮過蛤蟆那個湯的味道 對 好爽喔 好舒服喔 身體 我可以搞自己喝完耶 好 再來是這個 沾肉的醬 是韓國烤肉店一定會有的 然後呢 我們也自己烤了那個 乳花 我跟你講有了這個醬 你的烤肉就瞬間高級 而且不是快要中秋節了嗎 對 你好聰明喔 中秋節要吃韓式烤肉 就沾那個山就是韓式啦 不要再去外面買那種韓式煙肉 這不好吃 然後再搭配一些什麼蒜頭啊在上面 好香好香 而且它上面寫乾燉耶 就是很清爽的 對 還要很乾淨 就沒有過多添加物的那種感覺 這個可以 好 以上呢就是我們韓國超市開箱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個呢 那小朋友最喜歡哪一個 本來就是剛剛看過一款子的 人生雞湯包是不是 人生雞湯包 好 因為我非常討厭在外面吃冷人雞 好 但這個有讓你改觀 對 因為這個中藥味沒有到這麼重 對 然後它連骨頭都可以吃 而且裡面有一整整雞 然後另外一個是 醬類吧 就是很典型 韓式口味的種 那我自己喜歡 因為我個人就是比較 很重口味 所以呢我會推這個辣子裡面 再來呢我覺得果乾有嚇到我 吃不得讓你改觀了 大改觀耶 而且感覺好健康喔 所以呢大家來韓國呢 不要忘記要逛一下超市 這些好吃的東西帶回去 不過呢最近如果沒有來韓國也沒關係 現在有韓國默有韓時節 我們今天分享的東西呢 都可以在默默上面購入 而且重點是直接幫你送回台灣 不用擔心說什麼東西可以帶 什麼東西不能帶 從默默現在當然就是一切幫你處理好 沒錯 是需要等收到貨就好 沒錯 而且呢 默默現在就是很多都很快 一下就到了 而且呢韓時節有非常非常多的折扣 大家趕快點資訊欄的連結 一起去韓時節逛逛吧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在韓國超市買到的東西啦 希望你們喜歡 那你們有其他推薦的韓國東西 也歡迎留言分享告訴我們喔 那會把今天吃到的通通放資訊欄 一定要記得點開來看 一定要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就按喜歡 而且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追蹤我們兩個IG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